幼师赛终于开始了,小光到场第一时间就兴奋的观察四周 而幼师赛对于职业洗手来说,其实就是简单的聚会 大家都放得很轻松,这时来的一位不速之客身材学长 他的实力不如一讲,却讲性的通过职业考试 那种趾高气然的表现,让大家都不喜欢 小光在一旁找着小亮,而到场的塔使亮却对他示弱无睹 所有人都是在关注着塔使亮 果然他是全场最亮的仔 小光想要和塔使亮对异,必须要赢下第一局的春上二端 接着比赛正式开始,怨声直黑先下 小光和小亮背对而坐,续芳九段也来到现场 记者们以为他是来看塔使亮 结果他的关注点却是在小光这 作为希望有一天也能和续芳较量一番 曾经与众多骑手下过风格迥异的棋局 至今都让他既已犹新 甚至连棋子那种冰冷的触感也不曾忘记 可惜没有身体的他无法做的 不过可能遇到小光他也非常的开心 这时小光好像下了一步坏棋 就在作为慌张为小光解释的时候 却发现续芳的眼神很是惊讶 原来小光靠着那手坏棋巧妙的诱导了对手 将坏棋变成好棋 这下春少不得不认真起来 在场有部分对集已经结束了 阿福和河谷都输了都跑去观看自己期待的对局 院生这边更多的是来看一角 因为大家都很不喜欢身材 期待着一角能够胜利 果然没有让大家失望 身材不敌一角 伴随着大家的欢呼声 身材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 嘲讽一角没有通过职业考试 好机友河谷不爽了 直接给了他一拳引起了不小的骚乱 此时塔死亮也结束了对局 他的内心还是比较在乎小光的 经过一番纠结 还是来到小光背后观看 河谷十分诧异 塔死亮和续方九段 再看小光的对局 对局结束 两人先后离开 大家也都来到小光这 看到小光以六目半的差距输掉比赛 虽然输掉比赛有些失落 但小光好像已经找到下棋的感觉 突然想到了小亮 河谷告诉他已经走了 不过他有来看小光的对局 好像是特地过来的 小光有些意外 小亮竟然会过来观看 又失战之后 小亮对那凡棋耿耿于怀 来找续方想要弄清那凡棋的情况 他只看到小光收官了之后 频频失去先手 最终春上以绝对优势击败了小光 却只赢了六目半 以此推测 之前应该是势均力敌 疑惑小光的实力已经和职业棋手不相上下了吗 他非常想搞清楚 那个不同寻常的排面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续方看他如此执着 就把小光那首绝妙的好奇告诉了他 并让他不要着急 答案即将揭晓 再有两个月时间 他要走上你曾经走过的道路 另一边 小光他们在速食店讨论着又失赛的比赛 只有一脚月智竹力三人进入第二回合 而且月智还闯入了第三回合 本田说起月智梳洗后的一个小习惯 那就是把自己关在厕所里 手指不停敲击在墙面 发出咚咚咚的声音 还不停的小声嘀咕着什么 也是诡异 不过小光基本上没有在听 从昨天的对集中 他明确知道自己变强了 但这样还不够 期待与更多强者的对异 才能变得更强 回到齐悦 他们碰到了桑源本营坊 与小光擦肩而过时 他虽然看不到主视野左维 但冥冥之中感受到一股非比寻常的气势 格谷还跟小光科普本营坊 头衔战是历史最悠久的 光是资格预选赛 就要两年之久 优胜者才可以向头衔拥有者挑战 比赛是七局四至 一局下两日 晚上房间内 左维看出小光在幼师赛后 实力明显上升的一个层次 指导小光也更加的细致 画面一转 巨方与桑源碰面 虽然桑源第一回合输了 但他还是战意满满 自信能拿下第二局 巨方也毫不示弱 他感受到新的浪潮已经涌来 想以头衔保持者的身份 迎接他们到来 这时小样已经升到了二段 格谷从网上得知 一个叫门邪的也要参加职业考试 那是几年前就获得 学生名人 学生本一榜 学生实姐 三个称号的人 这个男人就是门邪 他的实力强大 身是三冠王 但许久不下的他 还是有些坦迫 想要在报名前找找感觉 可不倒霉催的 遇到了刚好下课的小光 便邀请他对局 而小光觉得 反正是个路人 但让左维好久没有和他 十万人下棋 就让左维来下 但是要在天黑前结束 左维开心不已 放开手脚 全力以赴 能嫌原本轻松的神色 早已不在 已是满脸的紧张 同一时间正在进行的 本一访战 第七局 也就是说 之前两人三比三平 在结束之前 桑源突然下了一手 这样就变成续方风起 由于一局比赛是两天 所以头天最后一个下的人 必须要把自己下的位置 写上 封起来 这样就能避免 有更多的思考时间 可问题就在这 之前六局都是桑源封的 第七局 桑源故意让续方封 因为这次 续方第一次参加 本一访战 也是他第一次封棋 他还故意问续方 有没有把其封错 加上一系列的铺垫 成功引起续方的不安 开始担心 自己有没有写错 不然 这样还是老的了 桑源的心理战 成功了 画面回到小光者 门鞋认输 他不敢相信 拥有这样实力的人 还是怨声 这次的对局 让门鞋被虐到 怀疑人生 他撕掉报考资料 打算放弃这一年的职业考试 觉得自己事件 实在是太天真了 需要再认真磨练一年再来 第二天 本一访战继续 续方的分歧并没有错 虽然他松了一口气 但昨天他好像没有休息好 结果显而易见 桑源本一访 未免成功 续方的头衔之梦 只能等待下一次机会的来临 怨声这边的进修 到今天为止 全部结束 围棋职业考试的预赛也即将开始 一组的前八名 可以不用参加 虽然小光这个月升到了一组第七名 但必须是三个月平均排名是前八才行 一脚与河骨 给小光打气 期待他一个月后能参加正式考试 预赛一共五天 一天一局 过得三胜就可以参加职业考试 然而参加考试的并不只有院生 还有许多外来人员 只要在三十岁以下 都是有资格参加 面对这些成年人 小光有些慌 特别是这个叫春的大胡子 考试的压力本来就大 再加上春的大嗓门 搞得大家人心惶惶 小光更是有点惧怕他 比赛即将开始 首先进行抽签分组 小光抽到了第一个对手 就是大胡子春 比赛思考时间为两小时 小光深吸一口气 重新调整好心态 刚刚落下一次 没想到春突然就离开了 小光莫名其妙的等了三十分钟 渐渐的他失去了平常心 比赛经验丰富的春 看来看时间 在中午休息前 让小光下了最后一手 还硬拉着小光出去吃饭 两人交谈间 小光得知 春一开始的半小时是出去偷风 为了让自己冷静下来 他还大大哩哩哩说了自己的策略 让小光心态都被打乱了 下午比赛开始 小光的注意力明显不够集中 结果可想而知 小光输了 阿福他们都有些担心 再来告诉小光 中午的时候最好什么都不要想 想的太多 反而容易下挫 最重要的是调整好心态 而且正式考试 一局就要三个小时 头衔战更是需要两天 中午长的时间 如果失去平常心 很容易就会影响对局 导致对局失败 半岛看出小光很怕大胡子春 这是由于小光没有和大人交手的经验 而其他的院生 都会去围棋会所 锻炼一段时间 所以与大人下棋 根本不会畏惧 哪里像小光 才学了一年的围棋 就已经站在职业棋手的门前 缺少了许多经验 所以说成长迅速 不一定是好事 回到家 妈妈拜托小光 明天留下看家 这才得知 小光在参加职业棋手考试 对围棋界 妈妈一点都不了解 担心小光太过沉迷于围棋 影响了学习 而小光听着妈妈 叙叙叨叨的话语 这才明白 何谷为什么想要 早点通过职业考试 预赛第二天 小光的心态还没有调整好 到场的第一时间就是早春 刚松了一口气 但随着春的出现 搞得小光很是紧张 小光还没有从紧张的局期当中走出来 失去平常性的他 步伐越来越凌乱 根本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实力 就像当初院生考核一样 到了休息时间 春又来找小光一起去吃饭 搞得小光神经稀稀的跑开了 到了下午对局 小光依然没有放松下来 结果就是这场又输了 目前他已经两败 没有退路 第三天 小光已经做好觉悟 幸运的是 今天他的对手是阿福 只要冷静下来 正常发挥就没有问题 为了能不碰到春 他特地踩点进入考场 另一边 妈妈觉得小光好像变了一个人 有点不大放心 便去问爷爷 只有棋手的事情 虽然爷爷喜欢下棋 但他也不清楚围棋界的事情 不过爷爷觉得 就让小光沉迷一阵子吧 反正他也考不上 回到比赛场上 因为遇到熟悉的对手 小光终于找回了原来的状态 他和阿福没有打挂 直接把棋下玩 小光也总算赢下一局 他在记录比赛结果后 还在自己的手心上盖了一个 象征胜利的白星 一脚与河谷也没闲着 为了继续提升起礼 在围棋会所找高手对局 在输给河谷一脚后 他们给了一脚一张地图 指引他们那里有高手 到了预赛第四天 三胜三败的人都走了 大胡子春三胜出现 可以不用见到他的小光 总算松了一口气 没有出现的 他们需要抽先决定对手 抽到交过手的人 就要重新抽 恢复平常心的小光 实力还是毋庸置疑的 很顺利的拿下比赛 阿福和奈奈也都赢了 但由于人数减少 很有可能会和奈奈碰上 如果真的碰上的话 把自己熟悉的人淘汰 那对两人来说 还真是有点残酷 终于来到预赛最后一天 因为只有五个人 最抽到轮空的人 可以不战而胜 而小光就是那个幸运儿 不用比赛 直接出现 小光开心不已 主委反倒不觉得 这是幸运 现在的小光 应该和更多人对局 积累经验才行 要不然再碰上春大案的人 他还是会输 半晚和五着急的来看结果 他比较担心小光没有过 再得知小光队 春那样的大胡子发怵 就决定下次和一脚 一起带小光去围棋会所锻炼 到时正式比赛时 就不会再害怕 比赛结束 阿福和奈奈也都出现 接下来等待他们的 就是一个月后的正式考核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